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3月23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港王播报 我是Jennifer 对于想出国找工作的人来说 过去的很多年里 他们的首选一时且总是美国 但现在加拿大取而代之 首抄美国成为全球最理想的工作之地 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 就连在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当中 以及网络电脑专业人才和30岁以下的人当中 加拿大也是最受欢迎的工作地点 这是波士顿咨询集团联合求职网站 The Network的最新调查得出的结论 据悉The Network在全球拥有超过60个招聘网站 此次来自190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20万名国际求职者 接受了这项全球调查 调查显示24%的受访者表示 愿意到加拿大工作甚至移民加拿大 美国和澳大利亚排名紧随其后 有20%的受访者都表达了到那里工作 甚至是安家的愿望 波士顿咨询公司曾在2014年和2018年 分别进行过同类调查 两次调查最受外国求职者欢迎的国家都是美国 据CBC 金融邮报等媒体的报道 报告表示造成这个改变最大的原因是新冠疫情 其次是美国近年的移民政策 报告指出 美国对新冠疫情应对 相对保守的移民政策影响了全球劳动力的流向与趋势 新冠疫情使有意出国求职的人 从2018年的57%减少到50% 2018年排在第六位的西班牙这次跌出前十 而新加坡和新西兰第一次进入前十 2020年最受外国求职者欢迎的十个国家分别是 加拿大 美国 澳大利亚 德国 英国 日本 瑞士 新加坡 法国 新西兰 虽然加拿大长期霸占各种排行榜的冠军宝座 不过这个第一真的有点来之不易 报告认为 加拿大在某些方面所拥有的软实力 在此次评选中可能起到了很大作用 例如全民医疗保健 遵守民主原则以及好人的声誉 当然 加拿大在遏制新冠病毒方面要比美国做得好得多 报告指出 加拿大越来越受欢迎以及良好的国家声誉 将有助于该国将来吸引更多顶尖人才 这几年 加拿大的确也是大开国门 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 去年10月 加拿大宣布 未来三年内希望能接纳120万以上的新移民 仅今年的名额就超过了40万人 报告显示 疫情爆发之后 人们想去美国主要城市工作的愿望也下降了 在全球前30名最受国际求职者欢迎的城市中 目前只有两个美国城市 纽约从2018年的第二名 下降到2020年的第八名 洛杉矶则从第七名下滑到同一时期的第十二位 加拿大城市的排名也不是特别理想 多伦多第十四位 温哥华第20位 蒙特利尔第24位 没有一个城市挤进全球十大最令人向往的目的地 国际求职者们最喜欢最向往的城市是英国伦敦 其次是阿姆斯特丹和迪拜 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随着美国的移民政策和抗疫政策发生变化 它对外国人才的吸引力将会再次超过加拿大 事实上根据这项调查 如果不考虑政治 社会和健康因素 可以远程工作的话 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受国际求职者欢迎的国家 除了受到国际求职者的欢迎 加拿大也是留学生们喜爱的地方 去年7月 瑞典高等教育机构引导网站educations.com 公布了其最新出国留学首选前十个国家的榜单 在这个榜单上 加拿大妥妥地排名第一 成为2020年全球最佳留学目的帝国 评选机构指出 加拿大以其原始的自然风光 友善而热情的当地人 以及宽容和多元文化而闻名 是寻求出国留学的学生的明智选择 加拿大的大学以其技术创新而著称 尤其是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领域 加拿大的大学可以与美国或英国的大学媲美 而且学费相对低廉 由于其多元文化政策 加拿大非常多元化 并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大多数加拿大人都会说英语 但法语是五分之一人口的母语 因此是学习两种语言的好地方 在教室之外 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 特别是对于可以在广阔的荒野中 远足 攀爬 滑雪和游泳的大自然爱好者而言 泰晤士高等教育报指出 国际学生对加拿大一些教育机构而言 目前已非常重要 在多伦多大学 国际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25% 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麦吉尔大学 这一比例更高达30% 近年来 加拿大国际学生人数迅速增长 加拿大人口只有美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却有超过60万国际学生 几乎是赞美国际学生数量的一半 加拿大中央银行表示 将结束旨在确保信贷流动性的 多个大流行下的购买和贷款计划 并相信随着市场状况的改善 这项工作已经完成 副行长Tony Gravel在周二的讲话中表示 央行将从4月初开始 直到5月暂停或终止 以市场流动性为重点的计划 他说 由于公司和省级借款人 不受限制地进入功能齐全的债务市场 因此央行现在可以采取这些步骤 Grevel补充说 这些借款人中大多数的信贷稀差 处于或低于大流行钱水平 这清楚表明央行不再需要参与 央行曾表示将根据条件调整其计划 周二的宣布再次表明 经济表现好于预期 一年前 央行开始购买公司债券和省级债券 在经济的急剧下滑时 调整了对银行的放贷规则 目的是保持信贷体系的畅通 同时 央行帮助银行放贷 为发行债券的省和公司改善市场条件 并且开始购买联邦政府债券 Grevel说 最初的市场运作计划转变为量化宽松计划 意味着央行通过购买来帮助 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 到4月底 加拿大政府债券 预计将占加拿大央行资产负债表的70%以上 总价值约为3500亿元 央行最终将放慢其购买联邦债券的步伐 以维持但不再增加经济中的货币刺激数量 此后 央行将考虑将其基准利率从0.25%上调 预计直到2023年才会发生 Grevel的讲话后 加拿大国债收益率上升 但涨幅收窄 截至下午3时15分 10年国债收益率为1.50% 德勤加拿大首席经济师Craig Alexander表示 对量化宽松计划的调整 必须考虑到复苏的强劲程度 包括从大流行中积累的家庭储蓄 有多少转化为消费者支出 如果累积的大量储蓄突然开始涌入经济 而消费者继续大举购买 那么央行显然将不得不加快调整 债券购买计划和加息 加拿大央行很难确定时间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复苏的强劲程度 接种中国制造的疫苗 可以享受到中国大陆签证便利吗 3月17日 例则关于对已接种中国生产的新冠肺炎疫苗人员 来华提供签证便利的通知 出现在加拿大大使馆的网页上 相关通知最早在3月12日 出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工署的网站上 随后中国驻日本、巴基斯坦、菲律宾、以色列、泰国等国大使馆 15日均发布通知 截止到今天 包括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印度 等多个亚非国家的中国驻外使馆均已发布的通知 并都将当地时间3月15日开始实行这一新规 称此举为了有序恢复中外人员往来 该通知的适用人群包括 中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的外籍家庭成员 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富华室友包括家庭团聚、赡养、探亲、富华奔丧或探望、危重病轻术 但这则消息更多地引起的是海外华人的疑虑 并在很多国家引发了争议 在他国生活并领取了他国护照的海外华人 从疫情以来就希望有机会回国探亲 但由于政策限制无法回去 这则通知中最难达到的要求就是接种中国疫苗 中国外交部官员本月表示 据中国外交部信息 中国向缅甸、菲律宾、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等 69个有急需的预防措施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 并且正在向土耳其、玻利维亚、墨西哥、巴西、秘鲁等43个国家出口疫苗 向近60多个国家授权使用中国疫苗 目前可以见到的有最早获批的国药疫苗 科兴生物研发的克尔来福 加拿大华裔研制的康希诺疫苗 目前有几十个国家将使用由中国国药集团和科兴生物制造新冠疫苗 这两种疫苗都使用灭活病毒 可以在普通的冰箱中储存 彭博社15日称 在与西方疫苗的竞争中 中国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己生产的疫苗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 新冠疫苗在日本尚未获得批准使用 此举可能意在进一步带动普及中国疫苗 但恐先波澜 在韩国的华裔也密切关注疫苗事宜 但据了解 目前韩国已采购并批准上市四款进口疫苗 其中不包括中国疫苗 新加坡虽然采购了一批中国科兴公司生产的疫苗 并于2月23日进口 但截止目前尚未批准使用 但大部分的欧美国家并没有使用中国疫苗 在加拿大 目前获批的疫苗为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和强生疫苗 在澳大利亚 目前只有辉瑞疫苗和阿斯利康疫苗 得到医疗用品管理局的批准 可以在本国的新冠疫苗接种推广计划中使用 也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真正想要回国的大部分华裔 并没有接种中国疫苗的机会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